你可以再次投降 Ryo了四季 天天的無個星 大家好我是Ryo 接下來要來看 敗戰庭人對上硬家人 這場比賽也是超級隨機 OK 一開局就叫人家投降 這對手很像 可能這兩邊是認識的 不太清楚 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我們的敗戰庭人 敗戰庭人的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建築物血量特別多 而且他的戰毛兵跟擊兵還有駱駝 都有25%的減免費用 那後勤也可以打火槍火炮 都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敗戰庭人後勤還有最強大的兵種 這個敗戰庭勝騎兵 點一下後勤科技之後 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可以直接踐踏大量的步兵單位 或是騎兵單位 全部都可以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所以敗戰庭的後勤 敗戰庭勝騎兵 是相當無解的一個 騎兵單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印加人 那印加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軍事單位 全部都有食物的減免效果 不管你燒出戰毛兵 槍隊長 投石手 老鷹 這些單位都是吃肉的 都是可以用到這個效果的 在印加人到了後期 消耗減免很多的關係 可以包出自己大量部隊 去做前面作戰部分 用數量壓制對手 這是比較常見的印加人的玩法 那印加人比較特別的是他的金冠 之巫盾 可以讓自己的老鷹 高到遠防石 防禦超級坦 槍武怎麼射都只有一滴血 所以這也是印加人的後期的關鍵科技之一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 是超級隨機的關係 所以資源分布是不太一定的 右邊的話有點像經濟場一樣 有大量的木頭 那上方則是有很多的黃金跟石頭 那地圖上來說 比一般的阿拉伯還要再更廣大一點 這個地圖蠻大的 那這張地圖的聖物分布呢 也是有八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聖物的部分看起來算是蠻平均的 好 好 那這張地圖可能待會重點阿 還是要到旁邊的木區去伐木阿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中間的木區 都只能暫時挖一下而已 沒有辦法挖得非常長久 好 兩邊已經開始把肉吃得差不多了 這時候巴登提人已經點下了 織布技術 待會要來三封劍實彈 那兩邊開局方式 應該還是會打阿拉伯的那種方式 有點這個看起來不太好耶 玩起來其實有點像阿拉伯 但感覺比阿拉伯更加難防守 尤其是這個木區的部分 龍龍就挖穿了 然後挖穿之後 又要防守就很困難 所以這場應該還會蠻有趣的 防守 攻防戰是要怎麼打呢 好這裡補下了一個軍營 巴登提人這邊即將來到了封劍時代 那印加人這邊是補下了一棟軍營 也補了一棟射箭場 好那印加人這邊射箭場開局的話 待會巴登提人這邊就會很難受 結果巴登提這邊也是射箭場開局 我以為他是要漏馬開 如果是漏馬開的話就是很難受 但如果是射箭場的話就還好 因為這邊可以隨時轉出自己的 兼免單位喔 這個 毛兵 或是工兵都可以 那如果對方工兵過來的話 家裡有毛兵防守 還是有機會可以守得住的 好這裡是 有偵察到 這裡是射箭場開局 那印加這邊就有點小小的優勢喔 這個時間點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軍營 去除自己的老印 不再需要再蓋馬舟 因為畢竟印加也沒有馬舟可以使用 直接開始暴產老印喔 也是一個選擇 但是老印在這個時間點 生產量數都是很慢的 產一隻好像要30秒吧 然後黃金需要50 所以要量產出來還是需要大量黃金 那這邊黃金應該是優先給弓箭手使用 那弓箭手趕快先量產出來 點下一機射 確保自己的弓兵不斷 是比較重要的一點 好那兩邊都點下一機射 那這兩隻弓兵要不要直接出門呢 配一隻槍兵 槍兵也不用了 對對方沒有馬舟單位 所以不用按槍兵 直接出門 哇結果第一時間 赤猴被打倒 老印這邊繼續在騷擾 這邊防守真的很困難 只出老印擋的話 哇這個老印真的有點無解 那如果他只出毛兵來擋的話 可能會擋不太住了 因為老印的話是遠防是惡點 那你毛兵升完一級攻的話 是三攻 打老印還是一滴血 好這個就是毛兵打老印的一個問題 這邊三隻弓箭手繼續射擊村民 這裡拉非常多的村民直接硬蓋 想要把這根箭塔給蓋好 好這邊扁掉了一隻硬刺猴 好吃掉了一隻弓兵 後方弓兵也是繞到了墓區這邊 好家裡有按了一隻弓兵來防守 單一隻感覺不太夠 可能要按毛兵才可以喔 好這邊高打低毛兵很痛 直接收掉了一隻弓兵 好這邊弓兵再過來 直接撞TC 哇沒有空好 這邊在打後面的部分 好這邊 半燈體人賺到了一村 兩邊都是一換一的交換 好老印出來了 那這邊應該可以用老印就可以解決得掉 好半燈體人這邊補下了第二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開局 好這邊靠老印繼續追 那這個漏量其實差不多可以快要上到城堡時代了 好稍微停一下弓兵 那我覺得弓兵也不用停 繼續出也可以 那升到城堡時代也可以轉出自己的弓兵 那現在半燈體這邊有這個 毛兵的數量優勢 血量很多 好這邊第一時間想要把對方的弓兵給打倒 現在只要打倒弓兵之後 就可以直接用老印喔 去扛這些毛兵的部分 好這邊更多的弓兵走得出來 毛兵在這個高地做防守 這個圍牆可能圍不起來了 往後拉吧 好這邊毛兵再做一個戶頭 好 弓兵過來先射掉後方的一隻弓兵 殘血收掉了 那鷹刺頭只有一隻的關係很難擋 OK後面兩隻老鷹過來包抄 這兩隻老鷹第一時間被弓兵集火 被收掉了一隻 好但後方的毛兵也是直接被打掉 完蛋囉 印家人這邊有點尷尬 自己的單位只剩下一隻老鷹 這隻老鷹能夠守得下來嗎 好但這時候城堡時代已經快要研發好 好下方直接圍石 那如果移上城堡時代的話 老鷹一出來攻擊力就會變7攻 直接變身 待會看要不要再補個英勇士的升級 那現在如果打老鷹的話 數量要非常多 就要來看一下要不要再補一個軍營 再補一個軍營的話 比較適合打老鷹 好這邊木頭有點缺 好先升老鷹的升級 英勇士先補 老鷹現在變成7攻 打這些毛兵其實很快速 好直接過來 看到四隻老鷹 半戰亭決定要撤退嗎 稍微軸打一下 不太敢正面硬上 這邊有12隻的工兵單位 好升級完之後 英勇士會再多5滴血 然後遠防再多加1 遠防4 這樣工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這邊直接上前硬給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但越沒有護衛技術的關係 所以有點罪不太到 好這邊直接往回拉 繼續補下射箭長 三個射箭長 直接剩下奴兵二級射 二級射二級法木也補下 這邊的毛兵想要去前面騷擾 結果直接撞到了老鷹 老鷹直接爽吃這坨毛兵 這邊工兵直接去追逐老鷹 老鷹直接被壓了回去 因為還沒有二級防的關係 被奴兵射到下13滴血 還是有點痛 好 那如果升級二級防之後 奴兵射下只有2滴 稍微可以扛得住 好更多老鷹分了過來 在霸彈庭人家裡 一定要補下更多的射箭長 然後還有大雪 這個彈道雪要趕快補 不然射得太歪 很難阻擋得住老鷹的騷擾 霸彈庭人這邊好一個選項 就是趕快去挖出一棟城堡 出霸彈庭聖騎兵 去來擋老鷹也是相當適合 因為霸彈庭聖騎兵 這個單位呢 打步兵單位的傷害 額外增傷是遊戲裡面最多的一個 騎兵單位 也不是說騎兵單位 一個是所有單位裡面 打步兵的增傷最多的單位 所以霸彈庭聖騎兵 步兵應該來說是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待會硬家人 看到霸彈庭聖騎兵出來的話 可能要轉一些強奴啊 或者是打個槍隊長 都可以考慮了 但槍隊長這個單位呢 又是步兵單位 所以打霸彈庭聖騎兵 如果沒有秀操作拉打的話 可能還是會被 拜登庭聖騎兵給壓過去的 就是一個後期的轉兵的問題 好 那這邊四隻老鷹 直接衝到了城城中心 也不管了 這邊也要直接送掉 這邊四隻老鷹也要來 偷偷讓右邊這六隻老鷹 衝進去農田區 騷擾一波 但其實拜登庭這邊 都已經圍得差不多了 這波騷擾喔 其實效果有限 並沒有打到太多的村民 反而是巴登庭這邊 拉了一坨工兵過來 射掉了非常多村民 一二三四五 五村直接收掉 巴登庭這邊四十八村 打上四十九村 現在兩邊村民樹一樣 四十九村 我已經持平了 反而是巴登庭這邊落後 現在已經反打回去了 左邊這一波老鷹又再過來 繼續騷擾 這邊順利收掉了 幾隻毛兵 但村民樹 好像也只被打到一村而已 看你接受 全部都殘血 有點可惜 好 政府工兵直接進來 老鷹去包夾 這邊優先射村民 而不是射老鷹 很聰明 這裡一發見十一隻村民阿 這裡想要抖動 再射 哇 現在沒法一隻一村了 但還是射掉非常多的村民 彈道學 再一發 哇 差一箭 可惜了 但還是擊殺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然而村民差距五三村打四四村 巴登庭這邊有絕對的村民上的優勢 好 這邊終於 蓋下了3TC開農 這邊就可以考慮要不要點個二級農了 因為3TC乾補下 會非常需要農田 好 這邊老鷹直接不爽 直接正面硬打 這一波一定要把你打殘 沒有把你打殘的話 絕對會輸 現在硬家也很了解 先把你打趕快 收個幾村 開四層中心快要蓋好 哇 4TC開農 這絕對TCDelay Delay到一個不行 斷存斷到爽 好 這裡二十隻工兵 好 上下分兩隊 店家用利用這坨老鷹 去控住拜登庭人 工兵不能出門 燒到家裡 至於事實上來說 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所以感覺老鷹一直被追著打的感覺 好 這邊老鷹做到一些事情 抓掉了巴登庭幾隻 村民 好 在前線裏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好 這邊老鷹 這邊轉出生鷹 開始要來撿生物 後面補下了3棟 直接3TC開農 好 老鷹的數量又回到了14隻 這數量還是滿多的 這看起來是要來前壓寶 這跟城堡又壓在哪個位置呢 這邊不錯 這樣可以換到一棟城鎮中心 而且蓋的壓力也不是那麼的巨大 這邊帶吸引劍石 要用老鷹爭取時間 好 投資車這時候過來 城堡要蓋好 工兵決定撤退 要來放棄這棟城鎮中心了 那左邊這個地方 要繼續來衝刺敗戰艇這邊的城鎮中心 那這邊又撞到一次 又扣了一點血 選擇撤退 那巴南亭這邊可能正面要補一棟城堡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這邊 待會建築全部被拆光 這棟城鎮中心會有危險 好 射箭場這個位置可能會不錯 可以守到兩個洞城鎮中心 好 左邊的位置 大量老鷹直接衝爆了農田處的村民 這邊老鷹分隊分得很漂亮 現在到處都有老鷹在跑來跑去 好 這時候鷹家人已經點下帝王十代 3TC開龍 然後速點帝王 要來使用巨型頭司機開拆城堡 跟城鎮中心了 那巴南亭的城堡可能要蓋著後面一點 因為這個鎮點如果點下帝王十代的話 好 結果不在後方的位置 確實蠻遠的 這裡補一棟城堡之後 就不用再擔心這邊被騷擾 就可以專心從左邊的位置 好 這邊補下更多軍營 要來報應勇士 好 帶有城堡 沒有發現 直接被搜掉了一台投資車 好 贏家在這裡可能要決定 車翠往左邊這邊打 好 巴南亭這邊補下了 一級馬凱 是要來出巴南亭聖騎兵了 OK 開始出 但是現在是城堡打帝王 大部分會很難受 好 還好巴南亭的建築物血量特別多 可以藏住一些時間 好 並且這邊點下精銳老硬的升級 好 補下了三級的步兵反槳 OK 但是有巴南亭聖騎兵出來 這邊老硬可能會被擋掉 好 冰頭司機也出來了 巴南亭這邊被迫城堡打帝王 但沒有辦法 如果不出兵的話就會直接倒 這裡絕對不能升帝王十代 也沒有這個本錢讓他出 好 實際上是陰家這邊的文明 其實被 巴南亭這邊壓制住的 巴南亭這邊只要產出更大量的 巴南亭聖騎兵 要反打回去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好 投資車這邊想要虛解 好 但第一時間去抓的是後排 的 投資車 OK 巴南亭聖騎兵直接回頭反打 打老硬非常的痛 解掉了非常多的老硬 哇 老硬直接被蒸發掉 這就是巴南亭聖騎兵的威力 前排的老硬全部消消 直接被蒸發 左邊的城堡努力堂住 但血量有6240滴血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要拿下有點困難 這波反打巴南亭聖騎兵打得非常精彩 哇 看這個老硬被摸個四刀左右就要倒了 明明是精銳老硬跟三房 碰到巴南亭聖騎兵 完全扛不住 好 但巴南亭聖騎兵很怕箭矢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要稍微迂迴一下 不要硬碰硬 好 但是現在兩棟城堡已經蓋好 現在開始可以存一點肉量 去點帝王時代 好 這邊點上帝王時代之後 待會就可以繼續出巴南亭聖騎兵 然後攻防趕快點上 好 這一波直接包夾包到 巴南亭聖騎兵直接消滅掉了下方的大量老硬 這一波包超打得非常讚 好 噴著老硬噴得過來 好 老硬還是有打到一些村民 但村民宿現在還是巴南亭這邊領先 129吋 打傷111吋的硬家人 好 這邊硬家人被迫轉了急兵 那硬家人這邊打巴南亭最好的方式 就是急兵或強弩 還有槍隊長 這三個選項 其實能打的方案也是蠻多的 但是急兵要數量夠多才有可能打這個 不然雖然太少的話 還是很難打得贏這個巴南亭聖騎兵的 這就是 這很奇怪的地方 明明急兵打得贏騎兵 但是卻有點打不太贏巴南亭聖騎兵 兩邊都是互相傷害的 但巴南亭聖騎兵這邊需要非常大量的黃金 去支撐自己的正面部隊了 好 這邊再上次前壓 老英這邊第一時間上前應戰 但上方的老英直接被吃掉 巴南亭聖騎兵直接不管有沒有急兵 上前硬砍 砍掉了非常多的步兵單位 這邊巨型頭司機直接硬拆左方城堡 左方城堡這邊工程可能又要拿不下來 這裡巴南聖騎兵解的速度非常快速 直接拆掉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這裡還有一發砸下去 城堡血量好一千滴血 順利守住這次的第二次進攻 哇 林家這邊打得有點頭破血流 好像不太住啦 巴南亭這邊居然還偷偷點下三級色跟化學 可能還是要把這一頭弩兵升到強弩 好 下半紅金慢慢挖出來 林家看到趕快過來抓一下 好 社群想要撿生物 但是被抓包 好 更多的老燕往後衝了過去 拜登請聖騎兵 這邊繼續追趕 這時候補下了強弩的升級 哇 這一坨騎兵可能要撞到下方的挖金礦村民了 好 直接硬吃貨防老鷹 哇靠 好痛 拜登停聖騎兵太猛啦 好 下方大量的騎兵直接硬錯了上來 好 正上方巨型頭司機再次攻城當中 帶巴南亭這邊也是進入了攻城狀態 還是要來拆除外圍的城堡 這時候補下精銳拜登停聖騎兵的升級 好 後方有非常多老鷹 繼續往後衝 正面的城堡可能會有點危險 好 帶著正面順利拿下印加人的城堡 三台巨型頭司機順利攻城成功 巴南亭聖騎兵的數量有點少 左邊的城堡已經被打掉了 左邊沒有城堡的關係 老燕瘋狂往左邊開始攻擊 下方正中城堡可能也會守不住 好 強弩原地開火 傷害非常高 島嶺不斷飛得進來 巴南亭聖騎兵有點 忙不太過來 好 誕生好精銳 巴南亭聖騎兵之後 打幾兵只要三刀就能搞定 右邊這棟城堡終於被打掉 巴南亭聖騎兵已經沒辦法再量產了 移動城堡都沒有的 巴南亭可能會被印加可以打倒 好 洞天裡大量村民直接躺地 巴南亭這邊的村民數量降至只剩下84隻 印加這邊攻城攻得非常漂亮 左右開攻直接打掉 巴南亭的兩棟城堡 家裡已經到處都是滿地的屍體 這裡要再復國可能有點困難 雖然有大量木頭 但農田都已經荒蕪了 黃金的部分要或許也很困難 好 再必須補下兩個城鎮中心 好 這時候轉出了槍隊長 哇 還是精銳的喔 精銳槍隊長的遠防4-6 其實滿坦的 好 這時候印加人補下了真兵技術 敗戰艇點下了工兵鎧甲 但這坨大軍過來 還有機會能守得住嗎 假如這棟城堡被蓋起來被控金 敗戰艇可能就要GG了喔 好 槍隊長直接想要上來硬戳 開始戳到了狙情投資機 戳掉了一台 來 能夠來得及守住嗎 喔 敗戰艇點算起命 這邊直接硬打 打爆了非常多的槍隊長 城堡直接被打爆 槍這邊繼續射 敗戰艇點這邊完全沒有受到經濟的損傷 敗戰艇點這邊光防守就已經 有點忙不過來 這裡轉出火槍硬擠一下 哇 槍隊長好麻煩 好 下防打不成開始往後面打 少量的老鷹又衝到了後方農田 繼續在開始屠殺當中 這邊火槍硬轉出來 槍隊長直接過來硬戳 好 老鷹再次收掉兩台巨型投資機 順利解決 上方的老鷹也是在繼續攻城當中 目前半戰艇這邊完全扛不住啊 雖然火槍事量越來越多 但是這樣繼續打下去也只是慢性死亡啊 因為八蛋艇人這邊完全斷經了 八蛋艇生起病也沒有辦法繼續量產 繼續往後走 涼了 這邊在蓋這個城鎮中心 也來不及 兩棟城堡直接硬壓在八蛋艇人的 黃金上 到處著火 半戰艇人這裡補上了手推車 這時候補手推車蠻微妙的 GG啦 這個有點死撐了 OK 這時候半戰艇人打出了GG OK 硬家人這邊出了271隻老鷹 哇 真的是用錢砸死對手 上面那個不知道頭挖什麼 不知道黃金還是石頭什麼的 居然在人家居民旁邊挖 然後硬家居然沒看到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硬家這邊拿下了食物的勝利 黃金贏得整整快要一萬啊 我的天 石頭則是贏得快兩千喔 雖然木頭的話半天挺贏喔 但是只是因為他的村民沒有辦法去田裡面正常的工作 所以只能在勝利裡面開採這些木頭 那硬家這邊則是拿到六個生物 非常多喔 六生物直接讓他賺了三千五百黃金 那沒有想到這場比賽居然是由硬家人獲得智獲得勝利喔 因為畢竟 半戰艇人這個半戰艇聖騎兵 本身就是打步兵文明非常強勢的單位喔 那沒想到最終是由硬家人這邊使用 強大的經濟喔 直接把半戰艇人直接輾了過去喔 讓我有點意外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